台湾大小事带大家来关心了 台中发生好恐怖喔 车用电梯突然坠落意外 为在这个北区汉口路斯顿的集合式住宅 这一堆男女开车子进到电梯塔 突然你看恐怖事情发生了 准备从地下一楼原本要升到一楼 突然疑似机械过了帐 突然上升然后再直直掉下去 往地下二楼来坠 车上当场乘客吓破蛋 小车车停进车用电梯 准备从地下室上升到一楼 但整个电梯塔剧烈晃动 驾驶乘客还觉得奇怪 往外探头看了看 接着恐怖的事发生了 这台车瞬间往下坠落到地下二楼 就像大怒神一样 巨大撞击连监视器也整个歪掉 扬起严惩 消防出动救援 车内一男一女受到不小惊吓 被拉出来时全身疼痛无法动弹 大楼主委说车用电梯使用26年 每个月都会定期保养 从没出过意外 要搬东西进去的时候 那个他搬东西安错楼层 我看到他车上有很多 要搬的东西进去 练练练练 恐怖电梯吃人发生在台中北区 汉口路四段一栋住宅大楼 8号晚上11点多 疑似机械故障 20岁年轻男女受困电梯 幸好没有危机生命 电梯故障 连人带车直坠地下二楼 事发现场已经摆出告示 不让车辆进入 社区也通知维修公司 希望找出故障原因 记者年轻七里云杰 台中报道 恐怖的气暴带你来直击 在凌晨台中东区 这个透天明宅传出了爆炸声 然后整个起火烧了起来 一楼二楼统统陷入了火海 邻居惊醒报案 警销当场 没多久控制火事 目前怀疑是瓦斯气暴 跟在一楼的后侧 房间发现66岁的屋主 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透天明宅二楼阳台 冒出熊熊火光 从另一个角度看 连一楼也陷入火海 铁卷门严重变形 浓烟不停窜出 消防队员拉水线抢救 没多久就控制火事 但起火前发出的爆炸声 让邻居们吓到无法入睡 国籍现场满地的碎玻璃 门窗全喷飞到地面 经销进屋搜索 发现一位阿伯诚湿房间 66岁灵性屋主没有呼吸心跳 台中东区振兴路 这栋边间的透天明宅 1点20分传出火警 消防出动大批人力抢救 怀疑是瓦斯气暴 那到场以后发现 那个一楼的车库的铁门 就如同各位后侧的铁门 都已经掉落出来 那我们疑似可能有气爆的状况 附近邻居说 这户人家住着一对兄妹 疑似一个礼拜前 兄妹俩有争执 住外面的弟弟把姐姐接走 突如其来的火警意外 当下妹妹不在家 逃过这场火劫 台队继续接获了 脏弹恐吓之后 今天再度接到了威胁 根据了最新的消息指出 有民众因为冤狱 有牢狱之灾心声不满 将发动在有沙石 还有油料引车 连接车到南部平交道 来撞击列车 这个消息让大家很惊恐 是台南这位前里长开的 现在也受不了原物料来涨价 明年元旦开始要涨价咯 干面从25元涨到多少 30元 水饺一颗 原本2.5块涨到3元 总之都涨价就对了 还有10元的蛋化汤跟馄饨汤 也要调涨到15元 涨了50%涨一半 涨这多 老板他们说 我们自己也很无奈 这真的是 包括什么沙拉油 麻酱 水饺皮 猪肉全部通通都涨 他们真的hold不住 中午时间还没到 老板娘的手已经忙不停 一碗干面只要25块 水饺一颗只有2.5元 超大碗的蛋花汤 只要10块钱 佛欣的铜板价 让台南这位前里长开的面摊 在网路上爆红 但现在也要涨价了 全新价目标已经贴出来 面食类25元变30元 涨了20% 水饺一颗2.5块变成3块钱 涨了0.5元 蛋花汤 馄饨汤 从10元涨到15块 50% 涨最多 新价格明年元旦正式调涨 他们家很便宜 然后现在外面又 价格都蛮贵的 那涨5块也 就是相对外面来讲都还是便宜 老板透露 账价真的不得已 原物料价格狂飙 沙拉油从100元涨到145块 拌面的麻将从一桶1000多元 涨到2300元 成本高出45%到130% 让老板动不掉 只能涵涨 面对老板账价 民众还是阿萨里大喊老板账的有礼 账价之后15元的汤 30元的面 水饺一颗3块钱 一样接地气 用力吃起来 接下来管张 看能报道 好 SC说1450不用来洗大脑 我们大家都不笨好吗 当然同时我们继续来关心的是 日本小丽园群岛火山 在今年的8月它喷发了 火山的浮食 漂流的范围 持续的扩大在扩大当中 而现在告诉大家 全台湾包括了东部 北部的海域都可以看见 浮食的踪迹 而其中像是台东达人西口 影响最大 浮食面积高达1万平方公尺 这么的广 绿岛中辽渔港内 也严重的淤积都是小石头 船只根本没有办法停靠 也让渔民跟钓客 最近都酱苦连天 绿岛中辽港飘来大批的火山浮食 未来的海水全都变成了土黄色 阵阵海浪不停把浮食 推进海港成了一座小山丘 山貌紧急开挖 但根本赶不上浮食的堆积速度 海岸边炎然成为火山浮食的沙市场 垃圾代理庄的满满满 都快爆了出来 除了蓝雨绿岛之外 基隆也难逃浮食清洗 大大小小的浮食飘在海面 钓客箭状直接达到回复 日本小利园群岛火山 在今年8月喷发 火山浮食漂流范围持续扩大 11月到达台东沿岸海域 现在更飘到基隆 新北 花莲 桃源观音等5个地方海域 都可以看到大批火山浮食涌入 不少渔民受到影响 民众也相当担心火山浮食 会不会造成生态危机 初步评估也不会造成 航行作业上面的困难 那目前还是在 可控的范围之内 虽然目前尚未发现浮食 影响生态 但海委会还是持续追踪 日本火山浮食漂流动态 提醒民众在海上作业时 避开火山浮食区域 以免遇传受损 记得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gi.com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进行录道